上周六,拜登总统签署2024年综合拨款法案,法案将为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提供资金至2024年9月30号。 在白宫声明中,拜登总统对两院两党领袖舒默和麦康纳、强生和默克利支持法案表示感谢。 8日晚上,参议院以75比2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一支出法案,此前几天,该法案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。 法案将在本财年为美国政府的六个主要领域提供资金,涉及退伍军人事务部、农业、商业、司法、交通、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以及能源部。 而为国土安全和医疗保健等其他政府部门提供资金的六项拨款法案,将于3月22日到期,美国国会仍需赶在这个日期前就拨款法案达成共识。 国会共和党人一直在推动进一步血减政府支出,比如血减环境保护局、联邦调查局的资金,希望34.5兆美元的美国国家债务得以控制。 请讨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。 请讨论电视台记者 李宗盛